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3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的直播一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 六四事件31周年纪念 中国大学生 毕业90业 纪念六四,我想说几句话,那么往年呢,每年六四呢 我都会在心里纪念,那叫心计 那么今天呢,我想 在这个小小的平台上 和我的网友分享我的心声 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道伤口 比我们最近 看到的最真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很多伤口 文革 反右 大饥荒 都是伤口 往里面看 全是血淋淋的人命 和苦难 31年后的今天 我们不能忘记六四 就像我们不能忘记文革 不能忘记反右 不能忘记大饥荒那样 这是一笔一笔的血债 我们今天回望六四 我们渐渐的看清楚了两件事 第1 六四 是中国大学生的一次觉醒 他们明白了中国需要什么 政治改革 第2 六四 是中共又一次固态赴盟 他们用坦克和枪弹 向全世界 展示了这个政党的属性 从此 他们就日夜惶恐的 守卫着他们偷来的政权 他们自己知道 手上的政权来路不正 他们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一点 他们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 他们心虚 他们特别害怕 失去政权 害怕 被清算 31年的后 我们回望六四 除了纪念 一个事实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鲜明 六四事件并非中共想的那样保住了政权 而是 离他们被清算 的那一天更近了 我们永远 不能忘记六四 这就是我今年六四想说的几句话 六四事件 在中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那么 中国 在这个节点上 选择了一个糟糕的路径 中国在所有的重要的时间节点 都选择了一些一个糟糕的路径 这个中国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 但是 但是 31年后的今天 我们仍然对中国抱有希望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们的信念 中国有一天 终会 终归会 走到他正确的路径上来 我们今天讲讲 讲讲大学生,既然我们讲到了六四,我们就讲讲大学生 讲讲大学生今天的处境,31年前 中国的大学生 天资骄子 他们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我是过来人,我是个过来人 那么 31年后的今天 中国的大学生 那个时候大学生很少,现在大学生已经变成了 将近1000万这种级别 那么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在追求什么 追求国家的 国家的责任 追求个人的责任,国家的责任 追求在政治上的 政治上的改革 那么现在的大学生呢 有句话叫什么 叫 民主不能当饭吃 但是没有民主 终究会没有饭吃 那么今天的大学生 毕业 就是失业 那么我记得 我找了一下温家宝的那句话 2012年3月14号,温家宝讲了一段话 就是他离任的那个记者会上,他讲了一句话 他这么说的,他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 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的成果 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 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 还有可能重演 这是温家宝 离任的时候的 一段话 这个话呢 温家宝他的任上乏善可乘 他没有太大的作为 但是他做的最精彩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对了这一番话 说对了这番话,这番话非常有意义 他不仅仅是一个陈述和判断 而且是一个预言 这个预言 预告了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个崩溃的局面 那么中国在五年前,三五年前吧 中国经济还是一个 雄心勃勃的 场面,大国崛起的一个这个雄心壮志的这种场面 到了今天已经跌落到 全国普及地摊经济的这样的落败的一个这样的局面 落败的一个这样的局面 温家宝在2012年讲的这番话,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价值 他说明他其实非常好的 诠释了什么 诠释了 中国经济 掉到今天这个局面的 背后 制度上的原因 或者是政治上的原因 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结合 一个这样的背景,来讲讲今年大学生 现在大学生的处境,现在大学生的处境非常困难 几件事情碰到一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 史上最大规模的 大学毕业生,最近年年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学毕业生 大家在抢一个饭碗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这是第1个 第2个 经济形势非常差 就是说 过去20年最差的一个经济形势,今年现在碰到了,你大学毕业的时候 经济形势非常差,意味着什么 就业岗位很少 那么这是第2个,经济形势太差,就业岗位太少 这是第2个,第3个 大规模的失业 原有的人跑出来跟你抢工作,那你想想看 这几件事情碰到一起来 然后呢,有些人想算了,我就不读 不找工作,去读书 中美关系闹崩了 跑美国读书签证有问题,反正现在就是 这个世道就在和中国现在的大学生 对着干 这就是我们现在 我为什么今天要做大学生的处境 我们就想 看看 我不想再去讲 当年的那种 惨痛的那种场景 大家可以在网上自己看 我觉得那些资料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如果能够翻墙就一定能找到这些资料 那我就觉得这是有一个 这里面是有 隐喻的含义 或者是他就是个隐喻 三十一年前,中国大学生走上街头 追求民主自由 追求政治上的 在政治上要求中共 向人民分享他的权利,其实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诉求 那么但是 当年大学生的目标没有实现,他们反而被镇压了 被镇压的今天 被镇压后的今天,中国的大学生 在找饭吃,满世界找饭碗吃 那么我就讲讲几个数字好吧 讲讲几个数字,第1个 今年大学毕业生历史新高,有 874万 历届毕业生 然后再加60万的 60万的海归 那么中国今年在市场上寻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有934万 大数就950万 这是很多国家的人口 那么大学毕业生比2012年 就是比这个吴家宝讲那番话的那一年 增加37% 为什么会大学生这么多 这就是顾头不顾垫 中国每年为了解决大学生毕业的问题 大学毕业生就业行事不行,怎么办 扩招 扩招 招什么,招研究生,招研究生不断的扩大,所以 就是 闲了兑水 淡了加盐 不断的兑水加盐,兑水加盐,结果那个碗就装不下了 就这个形式,就是大学毕业大学不断的扩招 用扩招的方法 来减缓就业 不断的在扩招 所以大学生现在的数量这么大 跟之前不断扩招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就顾头不顾垫,这是第1个,第2个招聘没了 全国各大城市的招聘 招聘会少了减少了80% 招聘网站 招聘的岗位少了60% 招聘骗子 多了100% 大概是这样的,所以 所以 找工作的人 找工作的大学生多了 岗位少了 然后失业率上升了,官方的城市失业率6% 当然这不真实 李迅雷,我之前推荐过,他认为中国的失业率20% 我认为中国失业率超过30% 这里面涉及到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 大量的倒闭 中小企业已经发生了大量倒闭 以及正在发生的大量倒闭 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是一个 然后呢 政府也没啥招,政府也没啥招,政府没啥招的原因是什么 政府从 从3月1号,中国政府开始重启经济 我当时就讲,中国要真的要重启经济,必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中小企业 西方国家就中小企业的办法是直接发钱 我帮你把这个员工养起来 中国能不能做到,中国做不到,为什么 他没有这样的环境 就是如果是这么干的话,我估计那些钱90%都已经被人骗走了 中国做不到,或者是 条件有限 中国没有救 没有救 这是客观条件,就是很难实现 但是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政府根本不会救 他根本不觉得 他觉得 他给企业,救助那企业 他觉得那叫帮扶 他叫帮扶,我帮你 我扶助你 他不觉得他有责任 所以他怎么会救,他都没责任 李克强每次讲的这些问题 大学生就业,中国的失业人口就业 他都用帮扶的词 帮扶的词 中共最会用这种语术 来 来做这种 就把里面的 把里面的内涵,加上他自己的内涵 帮扶什么概念 帮扶是我帮你 我扶助你 我没责任 我是恩惠 救助是什么 救助是你,我得救你 你有困难,我有责任救你,我得救你,叫救助,所以美国政府,西方国家都在救 给中小企业,直接帮助他发工资 不让他倒闭 不让他倒闭呢 为什么呢,为重启经济的时候 这些企业还活着 如果你不去救他 重启经济的时候,这些企业全倒闭了 你经济重启不起来 这是问题的根本 所以为什么中国经济3月1号 开始重启,经济重启 到现在 中国勤起的效果非常差,原因就在这里 大量的中小企业已经倒闭了,现在已经倒闭 中小企业是什么 中小企业解决了城市里面60%的就业,60%到70%的就业 在中小企业当中 那你中小企业倒闭,那60%70%的人都到马路上去了 这就是现在的现实 政府这些,就中国政府呢 他的 工作重点是什么 他的工作重点就是 就是搞经济 搞经济什么呢,抓大放小 什么叫抓大放小 抓重点企业 搞大项目 政府很乐中一干这种事情 小小企业不管 中小企业不管,为什么 反正我经济上去了 中小企业就有饭吃 所以政府呢,是没有对中小企业有一套既定政策 连路径都找不到 所以你说他要去救助中小企业 连路径都没有 他只会干什么 中央银行,人民银行搞点什么贷款补贴,贷款利息补贴,你想一下 这都是完全不靠谱的政策 中小企业有几家企业能贷款 天天贴息给6000亿贴息贷款 你给中小企业能借到钱的中小企业 他早就死不了了 死的都是借不着钱的,你贴息有什么用 所以他没有这些路径,没有这些路径 中小企业倒闭 中小企业倒闭 马路上全是找工作的人 我说马路上全是找工作,真的是物理的马路上 不是虚拟的,不是虚词,你去看一下 现在各个城市马路上都是找工作的人 这就是 这就是 大学生面临的一个局面,就是失业率很高 然后政府没啥招 政府有什么招,三个招 第1个扩招又扩招 你别找工作了 继续读吧 继续读吧 硕士招18.9万 扩招18.9万 专科生本科增加32.2万 这有什么用,50多万 900多万 你增加 这解决50多万 这是一个办法 第2个办法 征兵 征兵招募大学生士官生 那能招多少 招100万 怎么可能 所以 征兵,征大学生去当兵,做士官生 然后就是政府公务员 政府公务员自己都要 政府这个不靠谱 今年 中国政府财政状况 财政状况恶劣到什么地步 一般性支出,继续压缩,在去年 去年已经压缩10% 前年压缩10%,去年压缩10%,今年还要压缩10% 一般性支出 什么叫一般性支出 人头费 人头费就是一般性支出,再压10% 你还能招大学生吗 就像你招,你能招多少大学生,现在的人都养不活,你怎么招大学生 这个不靠谱 那么还有一个,就鼓励大学生创业 我认为 这个 大学生创业 是李克强的又是一个 混账政策 你们忘过去,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鼓励老百姓创业 为什么 创业是什么 创业就是九死一生 九死一生 那么99.9%的初创企业 都是会倒闭的 你说那个政府敢让大学生 敢让老百姓去创业吗 你要是鼓励他去创业 他倒闭了,他要找你怎么办 这里面有道德风险 所以政府不能干这事情 但中国政府没关系,中国是没有道德风险,因为他没有道德成本 所以他没有道德风险 那后来我明白了,哦,原来大学生创业是干什么 摆地摊啊,摆地摊也算是大学生创业吧 我估计就是这个 然后呢 第五 第五个情况,我讲了四个情况,第1个情况就是人多,第2个情况 岗位少,第3个情况 失业率高,第4个情况 政府也没啥招 第5个情况 经济特别惨 的后果是什么 家庭条件变了 家庭条件变了 原来中国很多大学生 出来以后不着急工作,有些我就读研究生 那个家里就说 只要你想读 我们还一定支持你读下去 大部分的家庭都会是这样 今年的情况有点不同 今年 家庭条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很多大学毕业生要赶紧出来工作,为什么?可能他父母失业了 没有人养家了,他得出来养家了 他养不养家,至少得把他自己养活 所以 家庭困难 就是现在的经济形势 导致大学生 家庭困难 啃老无望 啃老无望 这是第1个,第2个,工作找不着 那怎么办 升学条件 也更加差,你想一下 你去考研究生 别人也考研究生,中国今年考研究生300多万 300多万人在考研究生,你想想看 原来只有100万人考研究生,难度没那么大吧,现在变成340万 中国今年报考研究生有340万人 什么情况,你去考 你去考吧,虽然他扩招 扩招了18万人,可是考的人更多了 考的人更多,如果你考不上 你还得 找工作吧 然后呢,海外出国呢,又碰见中美打架 这个签证不好说,不敢去美国,如果不去美国的话 其他的选择并不多 所以 所以 中国大学毕业生,毕业 毕业就失业,就不是一个职业安排的问题 毕业就失业 是一个社会现象的问题 就叫 现象级的问题 这就叫现象级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 中国的领导人在干什么呢,中国领导人在干什么呢,既然大学生这么忙 那么中国领导人一定在很忙吧,先说习近平 习近平在忙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呢 补锅 补什么锅,武汉疫情 大会小会上天天在说,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然后搞各种活动,表明态度,很重视 6月2号又开一个专家学者座谈会 发表讲话,说又要构建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做很多这种补锅的工作 这说明什么 说明 他没摆脱这件事情 说明习近平还没有摆脱 疫情给他带来的政治代价 政治问题 还没摆脱 他就一直想摆脱,但是摆不脱 所以他没事开这个座谈会干什么 就是还是没搞定 这件事情没搞定,这是第1个 补锅 第2件事,还是补锅 补什么锅,小康社会扶贫攻坚 大会小会上说 中国经济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还在搞小康社会 搞扶贫攻坚 当然这是他19大的政治任务 也是他的政治承诺 他不搞也不行 但是搞呢 又不着调,为什么不着调,你看已经摆地摊了 你还扶贫攻坚 讲个很好笑的 很好笑的新闻 国务院扶贫办发通知 发通知 三件事 坚持扶贫攻坚目标任务不变 现行扶贫标准不变 打赢扶贫攻坚战的时间节点不变,三不变 好笑吗 非常好笑 我看着新闻我都在这个笑 然后就要求 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要克服 刑事主义官僚主义 防止冲刺 强跑 急于清零 意思就是 你们要强跑 清零 大概就是意思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习近平现在正在忙活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中国为什么事情会烂到 中国的局面为什么会烂到这个局面吗,现在这个地步吗 你看一下领导人在干什么就知道 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当然在领导身上了,领导有责任嘛,为什么 因为他有权啊,权都在他手里呀 好,讲讲李克强,李克强忙什么,忙两件事 第一件事 补锅 补什么锅呢 六稳六宝 六稳六宝 6月1号到2号 李克强去了山东 山东视察两个城市,一个是烟台 一个是青岛 然后听说烟台上一个新的石化项目,好像是批了 我看 我看路透有个新闻,我没太看,这个很大的石化项目 烟台,所以放在烟台 然后呢 主要是看什么,六稳六宝 你看一个国家 就已经 以前大国崛起,全是厉害的国,雄心壮志 现在是李克强一个总理 天天在考虑什么 保运营,保民生 保正常,保这个保那个 就已经,就中国已经到了底了 底了,托底了 要拖住底了,就掉下来才拖底啊,往上要拖什么底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形势 然后第2件事情还是什么 补锅 补什么锅 开一个重要会议 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6月3号在北京召开 李克强做重要批示 批个事 批什么呢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关系千家 千万家庭幸福 关系财富创造 高质量发展 我一解读这个新闻,这就是让大学毕业生 找不着工作呢 就去创业 创业没钱呢 就摆地摊吧 我解读就是这样,如果你把这个解读放到新闻里面 就很有 很有喜感 喜感 就大家都觉得很高兴,因为问题就解决了,你看 你看李克强讲,你看西部有个省,他在记者会上说 西部有个省 搞地摊 一口气 安排地摊,一口气解决10万人就业,一夜之间解决10万人就业 这就团干部真的不靠谱 搞了那么多个地摊,我就算你搞个 5万个地摊 需要10万人就业 如果你真搞了5万个地摊 你觉得 那地摊能活下来吗,能活下来1万个地摊吗,一个城市 上来上5万个地摊,什么概念 满大街都是地摊好吗 满大街都是地摊,还不得倒闭地摊,地摊倒闭潮 哪有那么多需求 所以一个总理 就是这个水平 副总理看看什么水平 副总理孙春兰、胡春华出席会议讲话 然后他们就讲,今年就业形势复杂严峻 要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加大全方位就业支持和服务 切实维护 就业大局稳定 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 就业工作 重中之重 等等 就这样,副总理就讲些这样的事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今年大学毕业生史上最多950万 小1000万 1000万的人口,什么概念 然后碰上了中国最恶劣的经济形势 那么会有无数的大学毕业生 数以百万计 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 在城市里游荡 找不到工作 然后有些地方让他 我说的这些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是 升学也无望,出国也无望 找工作也无望的人,这些人 就在家呆着 这有点像什么,这真有点像 六四的时候 六四的时候也很多人 在家呆着,啥都没有,啥事没有 没事干 这就是当前 中国的形势 中国的形势 其中有一个特征 就是 数以千万计的 人处于失业状态 但是 政府 没有救助他们 没有给他们发钱 他们没有钱 这是个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的局面 所以我一直讲 中国的时局已经烂到了 当前已经烂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 就是 这有点像什么呢,还是那句话 自己家的房子 火越烧越大,找房子点着了 自己把房子点着了,本来的房子好好的 没事把房子点着 点着了以后,越烧越旺,火越烧越旺 他不去救火 他去点别人的房子,跑到香港点一下,跑到台湾点 把其他的房子也点着 他就干这种事情,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局面 好,我们今天 主题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 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我在这里也特别再讲一遍 我们继续遇到了 YouTube平台的限流 和数据冻结 从昨天开始 这个数据 我们这两天的视频都碰到这种情况 YouTube还是会在作恶 这件事情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以请大家特别给我们点赞,支持我们 点赞是我们 抵抗 点赞是我们抵抗限流,抵抗五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 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 三件事 第一,情况 第二,问题 第三,观点 好吗 好,我们进入互动 鸣谢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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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特别说明,这是为您昨天的直播的支持 昨天上午的左派的虚伪,我听了两遍 左派的良心不是没有,但是在历史上 奥威尔和 艾德蒙威尔逊才是 有良心的真左派 OK 谢谢 每天聆听王老师的节目,非常感谢你 谢谢 支持王老师 影帝讲正改后 薄红哥被捕 新一届 洗礼当时也彰显 彰显接地气务实形象,以为改革在即 怎知会有今天 谢谢 六四开头篇让人震撼,泪观散烁 谢谢,永远不能忘记六四,纪念那一代的大学生,对于中国来说 那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遗憾的 就像王先生说的一样 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中共都会选择最坏的那一条路 我翻墙多年 感谢遇到王先生 为你加油,同时今天也悼念为中国民主进程中 牺牲的同胞 RIP 谢谢 谢谢,离开强国后 对过去的历史了解了很多 敬佩前辈的勇气和理念 记忆也是一种传承 谢谢王老师为六四发声,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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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忘记,不能忘,不会忘记,不敢忘记,谢谢 谢谢 赵温 看了昨天的节目,我们都感受到王老师的辛苦 至于每天做一期还是两期,王老师只有他的想法和考虑 无论王老师如何决断,我们都尊重并且支持 时局艰难 但我们的决心已经不可阻挡 王老师,美希,我们都是同志 谢谢你 赵温 谢谢 王老师 好就没来直播 请你喝一粥咖啡 明天听说有不少人还是执意要去违援,希望他们安全 我觉得 全世界华人 香港人 香港人 最好 我说最好不是说其他人不好 你看香港人这么多年,30多年 香港人每年都去纪念六四 每年都去,没有一次例外 这是全世界中国人当中唯一这么做的人群 所以香港人真的很有良心 六四事件 老实讲 中国大陆 中共其实是中共的损失 是中共的损失 就是 中共 选择了一条 其实我讲的不好听 选了一条 悬崖路 最终要掉的悬崖下去 他本来可以,他本来可以有个机会 让他 让他持续的往前走,跟人社会一起往前走,一起往前发展 他是有机会的 但是他没有 他选了另外一条路 是他的损失 那么 你看全世界 这么多中国人 香港人 每年都去维多利亚公园 纪念六四 所以你说他们是什么,所以我经常讲 特别是大陆同胞 你看 捐钱捐物,你看碰见有灾有难 香港人捐钱最多 捐钱最踊跃 最积极 这是第一个 大饥荒时候 香港人记得那些面粉 糖这些食品 救了多少人 到了那个大逃港时代 香港人跑得去把那些逃港的那些人救下来 那个场面真的是 那就是人性的光辉 真的是人性光辉 到了 改革开放 香港人跑得去投资建厂 招商引资 全是香港人干的 所以我觉得大陆同胞真的要了解这件事 香港人对大陆真的是好 没有人比香港人对大陆更好的了 真的是这样 你从六四这件事情 中共说的那些话,你们千万不要信 你就把这个事情摆在面前,一桩一桩一件一件,你说华东水灾,华南水灾 每次汶川地震,香港人捐多少钱 真的是 一场晚会捐多少钱 所以 你说六四这件事情,就在六四这件事 香港 真的是中国的良心,中国人的良心 这件事情 漫画拼图,谢谢,王Sir好 香港朋友好,林店长的台湾铜锣湾书店 开幕第一天架上的书就卖完 开幕一个月 总统 蔡英文亲自到访 仗义 台湾人就是仗义 你看你通过这个 零融机 零融机的这个书店,你看看出来,台湾人是真仗义 真仗义 谢谢 王老师念不熟悉的网民的尴尬劲儿最可爱,抱歉 对不起 我真的有的名字我真不会念 谢谢 陈旭,谢谢 想起了两年来 两年莱卡的一则商业广告 The Hunt 佩服世界上那些 不顾个人安危,在报道 报道真相的记者们 我有朋友就在 就在那个报道中受伤 小育九九,谢谢 我也曾经是广场上的一员 当我现在看到屏幕上的香港孩子,曾经世界也曾经这么看着我们 30多年了,一点没有改变,而是更加邪恶 不胜悲哀 观点 六四 是发生在我高中时,生在自由地区的我 当时并不明白这些大学生为什么宁死不退 后来渐渐懂了 也深深的佩服这些烈士们 也要坚信自己微薄的力量,终会成为一股洪流 不要被现实压垮击两股 加油 非常好 非常谢谢 观点 永远纪念六四,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再 不再是那个时候的大学生 以前的大学生当自己为知识分子 现在大学生不再有荣誉感 大学只是一个职业培训所 我觉得六四还有一个后果 后果是什么 就是中共 中共做了一件 断子绝孙的事情 就是他们拿学生 就是开始阉割教育 拿中国的所有的学生进行大规模的洗脑 这件事情中共干的断子绝孙 非常的 非常的 我不知道用什么词,中共干的坏事实在太多,庆祝难说 但是这件事情 就在当代,就在我们眼前 你可以看到 活生生的看到 中国的学校 从小学、中学、大学 尤其是大学 进行全面的严格,毁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这件事情 中共干得非常的邪恶 龌龊 邪恶 观点,那年今天此时 消息从北京传来 在电影院里,我躺在爱人的腿上 泪流满面 在晚些时候,我打开单位的长途电话,打给住在 长安街边的朋友 他愤怒的把电话 拿到窗边,你听 那种心情至今 他们没有饶过我们 他们会饶过,饶过我们吗 多少事 涌向心头 就是现在 就在现在 那年 今天 此时 观点 六四 是最应该让中国人记住的 是中国政治进程中永远铭记的 正因为六四,使CCP更加变本加厉的控制中国人民 通过各种手段,令中国人民碎片化 六四也是中国人道德滑坡的开始 为中国这段历史感到悲哀 作为一个已经醒来的墙内人,有责任让我的子女记住 是的 观点 2019年 我在北京知道了六四 一直觉得2020年的六四会在香港为员,但是被疫情挡住了 5月离开北京前 前去了 5月离开北京前 去了一趟天安门 跟王老师一起在心里纪念 期待共和国天空 晴朗的那一天 我会再去一趟天安门 天安门我去过很多趟 天安门是我 职业生涯中 每年一次的记忆 因为去采访两会,所以每天 差不多 每年去一趟 北京 然后去北京就是去天安门广场 穿过,从北京饭店 然后走到军博,从军博的口子里进去 穿过整个天安门广场 到大会堂,大会堂的东门,东门是正对天安门广场的这一面 大会堂的东门就是 纪念堂 大会堂的正门,大会堂的正门就是东门 每天我们只要开大会 我们就要穿过天安门广场 去这个人民大会堂 采访 那么 我对天安门广场真的很熟悉 那么 讲起六四,我们就想起这些事情 情况,今天看到朋友圈很多文章都在说地摊经济充满人间烟火 而且收入也很好,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 据和朋友们说,美国已经重启太空计划 我们还在搞地摊,结果被各种数落,有些伤感 让他们自嗨呗 观点 王老师说的这个角度还是第1次听到 30年前国家镇压了 大学生,30年后大学生满世界找不到饭碗 见到五四那天国内采访大学生的视频,一问 知道五四 今生中的民主吗?我觉得还是不要谈那么多政治吧 现在社会稳定不挺好的吗 看着那么多大学生 都争先创优,爱国爱党,学着马列被毛盖,没有独立思考 有着学识却看不出民主 和自己饭碗的因果关系,沦为韭菜 现在看看也是非常的黑色幽默吧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最终这笔账还是要算在中共头上 我说的 就是一代一代的大学生被洗脑 这大学教育已经变成了一种 一种洗脑机器 大学已经变成洗脑机器 中国已经没有大学 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变成什么 中共中央党校的分布 他们全是党校 他只是不同的党校而已 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大学 情况,89年我还是小学生 学校发给我们一本关于所谓反共争暴乱的书,里面都是关于人民子弟兵维和的感人故事 还有我们每个人写作文谴责暴徒 我的作文还被评为泛文,直到多年后 到国外学习,我第一次看到六四的纪念纪录片 天安门广场一片血腥,我惊呆了,眼泪不可控的流下来 无法相信这竟然是真的 我竟然被蒙骗了这么多年,从此 我不再看国内电视 家里装了网络微信电视,总之 CCP的话,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包括标点符号 情况,8964摄像学生的子弹头,我至今还保留了几个 观点,大一的一晚和室友一起看了64的完整视频 久久不能忘怀 在15年去了香港大学的64堡垒 16年去了台湾,看了台湾对64的缅怀,历历在目,他们的勇气 血性 大家小家的责任感以及追求人类自由民主生活的期望 令我动容和铭记 我相信这是华人之光的灵魂,我们总是在责备当代年轻人的软弱无能 我们自己又能做什么,作为同样曾经的大学生 我们继续铭记 六四精神,传递下去 前世不忘后世之时,谢谢 情况,国内四线城市的朋友说 他们小区群里好些大妈说买菜被偷 如果袋里有肉被偷得更快,看来失业情况 严重已经影响到治安了 观点,地摊经济导致 假货伪劣 掠货横行,一巴掌把人民 人民生活水准 打回31年 但区别的是,31年前是改革开放的开始 31年后是改革开放的结束,可悲 观点,坐标上海 目前中国经济有多烂,一般底层打工的根本看不到 这么多年,中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不到接不开锅,谁也 不到接不开锅 谁都不会买车买房宣布 宣布破产,所以大家不要被虚假繁荣 蒙蔽双眼 上海这边表面没事,但是我圈子里的老板早已焦头烂额了 作为这片土地上长大的90后 以后我会如实向我的孩子讲述文革64,还有此时此刻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好 情况,新闻,川普政府认为北京方面未能遵守 中美之间的航班协定 计划从6月中旬开始 禁止中国民航进入美国 这一决定将在周三宣布 或许会在6月16号 生效 情况 今天看到 我的天 这是要断航吗 情况 广州一个区的公务员停薪两个月 后补 情况,今年全国高校研究生扩招25% 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坐标江苏某一流高校 扩招是18万人吧,18万人没用 太少了 解决不了 观点,王老师所说,我深有感触,比如新加坡政府所做,一帮助中小微企 分担员工的部分工资,二给公民发钱 三关注中小企的生存状况 我今天接到政府电话,询问我们公司目前业务是否还在做,是否有打算裁测员工 是否有计划招新人 观点,王先生应该把昨天关于西方左派视频修改一下 单独发出去,应该把前面四分钟切掉 这样一开始就紧贴主题 更紧凑更有震撼力 我本来是已经切掉了 但是一切掉字幕就乱了 他字幕就对不上了 所以我把它恢复了,本来是切掉了 如果让我重新再做一次字幕,重新再听一遍,我不干 所以 忍耐一下,不好意思 情况 高一的时候从一个同学那里看到一本没有封面的介绍 正面抗战战场的盗版书 那是我第一次系统的了解,课本不想让我们知道的知识 后来买了一个短播收音机 通过这个短播收音机听到 敲锣 锣鼓喧天配音的BBC VOA 自由亚洲电台等 敌台的新闻,让我知道了更多的真相 后来我现在最好的朋友带给我 一本 他在二手书摊上淘到的包尊信先生的 六四回忆录 观点,六四的时候我还在中学 当时以为是一个伟大的起点 谁知道是一个伟大的终点 从此每个历史的分支 中国都选择了最坏 或者比较坏的那个选择 情况 从天安门到东丹 树上很多乌鸦 在川流不息的马路边上确实很诡异 每次出租车都会说 这是六四的亡灵 观点,说一些这两天的思考算是课后作业了 西方的极左派其实一直沉溺在当年左派运动 风起云涌的时代 和中共相同的是 他们认同概念上的人民,却不认同作为个体人的价值 他们认为为了理想的乌托邦,可以打碎整个世界 他们对瓦利下的哀嚎和累累尸骨 完全不在意 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沉溺于打碎一切的快感 以至于不在乎 是否拥有新世界将会出现 非常好 这是一段很有 很有力量的文字,我觉得很棒 和王老师实在有太多太多共同的观点 对事情的分析判断逻辑也非常一致 一样心存善念和良知 但是在墙内感觉却非常孤独 被太多的人包括身边的人当作异类 的确墙内清醒的人是极少数 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偏激了 看了王老师的节目 觉得自己才是正常人 才是良性社会的希望 才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是的 你是正常 跟我一样 情况,是的,大饥荒时 深圳罗芳村的铁丝网上 挂满了香港人装满食物的袋子 里面有字条告诉拿到食物的人 可以留一半 其他的请送到指定地址 香港人多好 香港人真的揪了很多人民 可是你看一下 他们现在怎样对待香港人 你看看那些警察 怎么样对待香港的年轻人 你看看从楼上扔下来的那些尸体 我每次 看到那些照片 我都觉得 大陆欠香港 香港 虽然香港是个城市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回了他的主权 但是 中国真的欠香港 欠香港人 我很不齿一些 一些 一些国内的 国内的 人 那种 有一点钱就不得了 真的觉得膨胀的很厉害,觉得香港一个弹丸之地 你知道那个弹丸之地救了多少人吗 就可能救 被他们救的人可能救你的父母 你那个时候还是液体呢 你想想看 天天想当香港弹丸之地 不止天高地厚,真的是 提问 新华社重磅 韩正今天在中南海接见林郑,身份是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 赵克志从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和夏宝龙共同参加会见 请问王舍如何看待这次 重大变化 公安系统是否 直接进入香港各个重要部门加紧对港府的控制 韩正用这个身份 见有点奇怪,我没看新闻本身,但是赵克志一直是陪着的 上次 上次这个习近平在上海 见林郑的时候 赵克志也是陪着的,所以赵克志一直是参与这件事情 这个不意外 你想那个什么 想那个特战部队都去了 去香港了 那公安部还不去,公安部国安部全在香港 包括中安军委都应该参与这件事情,否则你特战部队谁管 所以 所以 我觉得 中共在香港部署的这个力量应该是非常大 所以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是什么 香港人的反抗很了不起,了不起在哪 赤手空权 中共在香港 在香港投入的资源非常大 非常的大 但是香港人赤手空权都是平民百姓 对抗了这个国家机器 最终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当然最重要的是谁,最重要是美国的支持 所以 其实没有香港人的抗争 就不会有今天香港的这种局面 所以香港人非常的了不起 观点,六四这天我最想纪念的是刘晓波先生 自从六四之后一直被迫害 零八宪章之后被囚禁自死 刘晓波先生 先生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位 中国民主的先驱者 情况,我小时候的邻居刘老师 是一个小学老师 他的女儿是南昌航空 学院学生,才19岁,六四前去北京生源,再也没有回来 刘老师多次去学校,求爷爷告奶奶问女儿的下落 没有人告诉他 最后有同学悄悄告诉他 女儿死了 尸体被建议部队收走了 从此以后,刘老师 街上见到熟人就流泪 风足残年的老人 多年未见,不知现在还在人间吗 观点 看见有人反对香港小孩子上街 我认为在安全的前提下,尽量让孩子看 看见真实的世界 也是另外一种保护 我在 我在那个推特上面,也有人在我的那个推特上留言 说小孩子你这样转发小孩子的照片 小孩子安全有没有问题 说这样的话都是屁话 你就一巴掌给他删回去就对了 为什么 那是香港 那是香港 香港还是香港人的香港 小孩子当然当然可以上街 那个时候 如果你想一下 如果一个父母带着小孩子上街是什么情况 你想是什么,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 他的父母比你更关心他的孩子的安全 所以他认为是安全的,这是第1个,第2个 他认为是必要的 他认为是必要的 所以 而且我知道香港,我认为那是正确的 所以不要在这里说这种 没有意义的话,好吗 观点,去过两次香港,没有和朋友逛街 专门跑去无员待了一会儿 也去找了通螺湾书店 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香港人真的是华人之光,真希望我们能够多和香港人交流 让我们能够支持 观点,香港人民当年的黄窃巡动就要画上句号了,今年开始 香港就要被剥夺纪念六四的和平活动 中国唯一的安全港也被收编了,共产党是成功的 共产党也是更失败的 别看今天闹得欢 小心将来拉清单 情况,这两天国内舆论吐槽两个事 一个是要在海南大搞自贸区 免费区,免税区要取代香港 另外一个是北京发的新规 侮辱诋毁中医算违法 两件事都是习近平 最近两天的新稿作 连墙内吐槽一片 海南自贸区就是个瞎折腾,海南能搞出自贸区来 还能取代香港 能取代香港等现在干嘛,早就取代了好吗 这个我说过很多次 第二个就是诋毁中医药算是刑事罪 我觉得 我觉得不能只在北京这样 应该变成全国性的法律才好 你不把这件事情放到全国 怎么能让全国人民都看见这件事情有多么 荒唐荒谬呢 对吧 我建议最好是变成全国性法律 不能诋毁中医中药 你说呢 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不把这件事情放到这种级别 你怎么能看见这件事情有多么 多么可笑吗 情况,有一同事年长于我 两年 癌症 前 两年癌症前过世 曾对我讲过,六四时他十七八岁 在某部队当兵,被部队派往北京,第1次军车 载着没进得去 后来戴假发一装而入 我问他死学生没 他说没见过受伤的学生 他们部队的人分散在外围,没进广场 倒是北京百姓为学生免费提供了水、食物等食品 观点,谢谢王老师,让我们这样的人感觉到不那么孤单 您是黑暗中保持清醒的人的烛光 让我们看见统治者各种作恶而发生 不再那么害怕 您的节目给了我们温暖和力量 让我们一起坚持 坚持着携手前进 为了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谢谢你 这是最 这是最有力的支持 感谢 鸣谢一下,鸣谢 谢谢 你们天天让王老师吃这个喝那个,我很愤怒,我请王老师爬山锻炼 爬莫干山 好吧 我去过莫干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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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良知和执着传递最坚强的希望 加油,谢谢 谢谢 谢谢王先生,一个来自六四参与者的敬意,谢谢香港人 荣光归香港,谢谢 谢谢 好多话想说,却说不出口,纪念六四,谢谢 谢谢 谢谢,打卡纽约 参加直播迟了,一进来就听到六四不经营内幕 那年我大学毕业 多年前女儿问我 每一代人都有他们不可磨灭的一问,哪件事是你们 最重要的记忆 我吐口而出 六四和911 Says 我不知道读 Says 31年前就在广场 那晚的枪声,至今 油在耳边 王老师加油,谢谢 Ruby渠,谢谢 Claire,陈,谢谢 张丹丹,谢谢 李梅,谢谢 提问,王老师好 相比于香港人的抗争 大陆人的麻木无动于衷,是不是不配享有民主政策 推特上有人持有这个观点 这是胡说,这是五毛的 这是五毛的 无耻言论 任何人 任何人 都有权利 享有民主和自由,任何人 任何人 江瑞,谢谢,感谢王先生为六四发言 发声 支持王先生为香港人争取自由做的努力,谢谢 陆轩 王陆轩,谢谢 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 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说明 请来 散打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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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